我江家厚人 竟沦落如此 传你透视神眼 和无上意见 好好分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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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少 轻点 这还在店里呢 小子 就喜欢 在你男朋友上班的地方玩 这样 才更生气 晨少 别提了你废了 嗯 陈渡 孙淼淼 你们在干什么 哟 你这个废物终于来了 怎么样 没有见过你的女朋友这么骚吗 还润呢 陈少 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呢 孙淼淼 我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为什么要够戴绿帽子 江远 我绿你怎么了 你看看你这穷酸样 在这破店当个破保安 你这窝闹费能给我什么呀 陈少家里经营玉石生意 资产几十亿 废物 看看 这是陈少家给我买的包 五万块 你这穷逼一年不吃不喝也买不起 宝宝 这种东西你想要 那简直太简单了 今天我会去把我想的那个姿势 好好地伺候我 我再来给你一个就是 陈少 你坏 废物还在这听着呢 孙淼淼 我没想到你这么瞎做 你 废物 老子他妈让你说话了吗 啊 他妈的 你他妈闯进来 一心打扰了老子的兴致 还不赶紧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心血 老子还能饶你一命 张远 听见没 不想惹神烧生气呀 就乖乖跪下 我撞见你们 撞见你们脱弃了 为什么要我跪下 废物 他妈的还敢废话 现在 赶紧他妈的给老子跪下 看着老子 在这玩你的女人 心血 还能赏你 他妈 傻瓜俩走啊 姜远 陈少随便赏你点钱 又够你几个月的工资了 你有机会给陈少帮狗了 是你的融蟹 我 还是我 我给你冲了 他妈的 他妈的 还敢给老子动手 老子他妈练了七八年 抬拳道 一只手锦把捏死你 陈少 你好厉害呀 这废物竟然还敢跟你动手 真是找死 江远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正式分手了 以后别再来烦我 穷逼 看你就可行 孙远 分手可以 你 你把手术钱还我 还钱 什么时候欠你的臭歪迪钱了 我 前几天你跟我去月 我不要彩礼钱 我妈没办法 就把她的手术费给你了 给我分手 就把钱还给我 江远 你是要饭的乞丐吗 给我的见面你还想要回去 老娘陪你浪费了整整一年的青春 现在分手吧 没问你要青春损失费就不错了 你把钱给我 你再不给我 我把 他妈 我求你 你看他 他妈的 用着脏手摸我的女人 还敢给老子要钱 你爸死不死跟老子什么关系 像你这种社会最底层的垃圾 就应该被处理 你的死活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啊 对了 把这垃圾还给你 还说什么祖传的玉佩 想起来真是晦气 好了宝贝 我带你啊到这古安城转转 然后再给你淋一个上行的桌子 我们再开一个上行的房间 把我想到的那个姿势 好好地伺候我 陈少 真坏 第一天到晚就想着要这个人 你这小骚伙 我就是喜欢真一样吗 我看你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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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会儿 我看你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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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让你一会儿 略有破锁 价值三十万 银货房皮 流利浆化磁器 已经巨价 价值十五万 生到钱的字画 和其实没电子 价值三千块 你一概花瓶 迹经四月 原本价值五百万 现在 一回不值 难道我真的获得了透视眼 那我们是飞黄腾达了 陈东 宋苗苗 给我等着 江远 快过来帮忙搬货 这 燕姐的后背 又还有光环 又把个罐 可惜了呀 谢小姐 你不用帮忙 江远 老娘跟你说话 你听没听见 愣着干嘛呢 燕姐 你怎么没穿衣服啊 大胆 还有这位小姐 身材 也是体骗 江远你再敢胡说八道 小心老娘给你眼珠子挖出来 燕姐 这是你新找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你把我盯着花瓶打碎了 对对不起 我会赔给你的 我我这花瓶花了五百万 你一个保安怎么赔啊 我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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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吧 你还敢骂我 江远 你还敢骂谢小姐 我没骂你 小姐 你真的有病 如果不及时医治的话 气息攻心 你就危险了 闭嘴 你就是个臭保安 你什么时候会治病了 我 谢小姐 你消消气 花瓶的事 我们会想办法的 花瓶 还我全部继续 你 你可害藏我啊 谢小姐 喂 120 这有人晕倒了 让人记晕 急需冒险 如果不及时治疗 我怕有危险 小姐 得罪了 完了完了 120 还有二十分钟才来 这谢云梦的爷爷 可是谢家家主谢老头子 要是让他知道 在这儿出事了 可全完了 江远 死到临头了 你还想说谢小姐 我没有 我在救他呢 你就是个臭保安 你在这儿当了三年 你会不会治病 我会不知道吗 我 谢小姐 你 混蛋 你竟然占我便宜 谢小姐 没有啊 我在救你呢 谢小姐 还真是这混蛋救了你 不过我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 有这两把刷子了 我 请你这儿确实心口疯了吗 现在确实好疯了 真的是你救了我呀 谢小姐 你的病情 已经在这儿遭到控制 但还没有根处 要想根处的话 还能进行深入治疗 虽然他长得还挺帅的 但是初步治疗就摸我肚子 这要是深入治疗的话 岂不是连我的清白都 呃 不用啊 不用啊 不用深入治疗了 不过还是人谢谢你救了我啊 这 这是把我说四郎的呀 我这么穿进的男人 就是 吃花瓶 可花落 全部积蓄 这 这可怎么办 今晚就是爷爷受院 你先别着急 这可是股玩场 我带你去 找个更好的礼物 一定让你爷爷满意 我已经没钱再买信了 你 你不是谢大小姐吗 我爷爷 给我嫁给一个人 我不答应 他就把我的资金给断了 我本来想着 我手 我给他送一个礼物 让他开心一下改变一下决定的 不是 不是 现在这一切都完了 谢小姐 你先别着急 花瓶打碎了 责任在我 我再带你去买一个更好的礼物 送给你爷爷 好吗 对了 眼前 我们这股玩场 好像有个隐蔽的赌石厂子 你要赌石 这里就是江陵最大的赌石厂子 背后的老板 可是江陵第一大家族 霍家家主 霍南山 什么霍南山 我听说他可是黑白空吃的 而且他在江陵 也算是顶级的大人物了 江远 赌石这行业生着呢 你准备了多少钱 我确认剩下 一共准备五千块 五千块 你就来赌石 疯了吧你 小姐 你要不算了吧 你攒了点钱也不容易 爷爷那边 我有自己可以想的 你们啊 放心吧 我啊 一定能赢这场赌局 走吧 欢迎光临 可以 可以 随便看看啊 好吧 这块石头 下品原石三千块 哟 你这个臭宝安穷小孙 还敢来这里来赌石 怎么 想一夜暴富啊 你这狗东西有的命啊 靠 你们钱穿真了暴露情绪的衣 江远 你思念咪咪的看什么呢你 你一个穷鬼还来赌石 这子 真是不值得吃 我躲不躲石 和你有什么关系 嘿呀 你这个废物 身边 居然有两位极品的美女 美女 这小子 是不是说 要带你们来赌石开开眼啊 他就是个穷鬼 就连赌石 都只能买这种便宜的垃圾原石 真是丢人现眼 美女 像这种垃圾料子 开不出什么好运 你要不想赌石的话 不妨问问我呀 我慢慢教你 箱远 你确定 你能开出来愈吗 相信 老板 就这块 切开吧 小子 你确定了 不行 出狱了 堵成了 太厉害了 江源 你真的开出狱来了 太棒了 这种便宜的石头 竟然还能出狱 真是走了狗屎运 像这种橙色的狱 也就值得一两万 看好了 老子手里这顿核桃 花了足足三万块钱 把它买下 而且 花了三万块 买这顿核桃 就是回家让狗咬 小孩 你看看你样子 才赚了一两万 就屁颠屁颠的美 不行 哎呀 你真是个狗东西 穷人 真是命贱 陈少说的不错 这块玉的橙色 回收价 也就两万块钱 没事 两万就两万 我们啊 先把他卖 像你这种低端的垃圾 也就只配玩这种 下品原始 享一夜到复 做梦 就是这种穷鬼呀 也就配玩这种低级货了 就是这种低级货 有些人啊 会上几次 估计要把眼睛哭瞎了 谁说只有顶级石料 才能开出极品玉石 就算是下顶原始 我也能开出极品翡翠 妈的 你小子开什么玩笑 你知道顶级的翡翠 有多难开吗 有什么难的 不行 不带着 不行 妈的 你知道老子从小玩就长大 跟他面前装饰过众 臭小子 大不敢跟我比划比划呀 好呀 你什么 就比赌诗 老子要让你输的贵地求饶 年轻人 我劝你不要冲动 陈少 可是陈氏玉行的大少爷 他是玩玉的行家 你不可能赢得过陈少 好 我跟你 如果你说了 玩你什么对对合同 年轻人 不知道天高地厚 一会儿赌输了 可不要学此逆话啊 哎呀老板 你就别管他这个废物了 像他这种又没本事 又自以为是的家伙 就活该输死了 你竟然看上我这对核桃 我这可是跟狗玩的东西啊 臭小子 你真的是跟狗一样 一贱呢 好 我跟你赌 但是 你这小子裙子叮当响 你拿什么跟我赌啊 不如 你说了 就让你生日不良的美女 你死为我追你家 等到你 两位美女放心 跟我陈少在一起 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夜夜做新娘 你什么胡说什么 你怎么了 你怂了 你要是怂了 现在就赶紧跪地给我求饶 然后 像狗一样 从这慢慢的爬出去 兴许 我还能放过你 你够了 有你这样欺负人的没 混蛋 向远 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把我赢的 赢他 我有十倍把握 可是 我不能拿你们当赌注啊 那你就跟他赌 如果是你说的话 你也得给我们下跪客头道歉 行 算我一个 输了话 你得给我跪下道歉 你啊 我真是佩服两位美女的勇气啊 江源 我要好好感谢你啊 居然 让这两位大美女 送到了我的身边 哈哈哈哈 我 有你哭的时候 家属 您怎么来了 你们再等时 好啊 我来看个热闹 继续 完了完了 换家属来了 一会想赖上都赖不了了 江源 你可千万不能输 你这要是输了 我们 我们不就完蛋了吗 别担心 你我在 这里确实没什么好意 老板 我要这个 开个价 哈哈哈哈 你在搞笑吧 这是开采石的废石 运输石 垫在原石下 当保护用的 我放在墙角 晚上就准备扔掉的 你买这个 当赌石 别废话了 开个价子 多少钱 这个垫鸟石 不要钱 给你了 但 开过的废石头 你负责带走 扔到垃圾桶 江源 你 你确定要开这一块吗 你别害人了 你要是赌输了 你可都完蛋了 哈哈 江源 你开什么玩笑 你居然捡块废料 跟我赌石 好 老子现在就选一块石头 然后带着这两个美女 慢慢回去搞 老板 我就要他了 陈少果然好眼力 这块 是整个这批石料中的石中之王 就是价格 有点贵 要一百万 什么 哈哈 才一百万呢 这些田呀 还不够给我的小女孩买个包呢 哈哈 来宝贝 老板 我就要他了 这一块石头 现在得我切开你 我要让这小子知道我有多厉害 也让他们知道 我下个月 对吧 绿啊 陈少 绿啊 出绿了 兵种翡翠 价值一千万呢 陈少 你好厉害啊 一下就赚了一千万 看吧 我不止 这儿厉害 不这儿也厉害 哈哈 臭小子 赶紧给我跪下 磕头道歉 我的石头还没切呢 你以为 就赢定了 我告诉你 就你那块废料石头 能开出什么宝贝啊 赶紧在这儿磕头道歉 别磨磨叽叽的 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你这个废物 别嘴硬了 赶快跪下道歉吧 别急 等一下 留你们两后 老板 从这里 一刀下去 你切回二 小元 我劝你赶紧给我跪下来 磕头道歉 然后 我要把这两位美女带走 让他们晚上好好伺候我 到回去了 给他们两个 找两条性感的丝袜 你们三个 好好交友一下 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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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血帝王 龙血帝王 这可是万中无益的奇品 霍 霍家主 龙血帝王律值多少钱 钱 说钱就俗了 这可是传说中千年一遇的龙血帝王律 这是极品中的极品 要说价值的话 至少值一个亿 江洋 我们发财了 什么 一个亿 这小子 不管就是走了狗屎人罢了 什么可能 什么可能 一块破石头 竟然开出如此重宝 你在质疑我 没有 不敢 霍家主 我怎么敢质疑民呢 家主 家主 这个 这个石头是咱们的 不能赔这小子呀 不能 我们霍家是这样做生意的吗 小伙子 你今天可让霍某人开了眼界 你这块石头我非常喜欢 如果想卖的话 我愿意出一个亿 好 那就卖给霍家主了 陈东 输了 臭小子 你不过是一条狗吧 狗经常会走狗屎运的 无所谓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希望陈少 愿服输 执行承诺 好 你不就是想要我这顿核桃吗 本来 老子就是买给狗玩的 现在 我给狗了 拿着 我们走 快 陈东 告诉我你会后门的 因为你根本就不识货 我们太极天树 太极天树 原来在这里 太极八卦图 这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太极天树 太极天树 霍家主 什么是太极天树啊 太极天树 这就是传说中武当主持 张三峰的正当法宝之一 他老人家 万年特别的喜欢 名号以后就消失了 没想到 被藏在这个核桃里面 简直是西式珍宝 如果要拍卖的话 价值 十个亿 什么 姜远你还能跟我什么惊喜啊 老公 你把这太极天都送给我吧 你不是想跟我睡觉呢 只要你把他送给我了 那今晚就看你生 保证把你伺候 保证把你伺候 这不觉得恶心 骂的 我不管了 今天的账我赖定了 把天树还给我 陈东 难道你想坏了规矩不成 说过 根本就不识乎 混账东西 这是我们货家的赌室场子 别说是你了 就是你爹来了 也不敢在这里放肆 滚 你们三个混蛋给我等着 今天我放过你们 接下来 我要让你们连本带利的吐出来 你这两个女人我吹定了 走 姜远 这太极天猪 愿不愿出手 如果卖的话 按市场价我出十二个亿留下 多谢货家猪美意了 这天猪我另有其他用处 还不打算卖 好 如果想卖 第一时间通知我 姜远 你真的太厉害了 这么一个功夫 就能占这么多钱 股市这东西嘛 一刀穷 一刀富 一刀被麻布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姜远 你是怎么知道那块肥料里面 有鲁血帝王绿的 还有 你是怎么知道太极天猪的 这个嘛 暂时保密 不愿意说是吧 小样 老娘这么有魅力 还搞不定你这个毛头小子 早晚把你秘密给套出来 谢小姐 现在有钱了 我们去给你爷爷跳兽礼吧 这店不错呀 两位想买点什么 是你这个穷鬼啊 姜远 这位是 她是 这位美女 我叫庄鹏飞 是姜远的高中同学 现在 是这个店里的老板 不算了 开这么大家古玩店 厉害厉害呀 轮得到你对我贫头论足 你也不看到你现在混成什么样了 当个臭古玩还来逛古玩店 怎么 想买古玩呢 我今天来就是卖古玩吗 这瓶子不错 多少钱呢 这花瓶可是我的镇店之宝 明朝传下来的宝贝 二百八十万 你买得起吗 你 这炉的品价很好 卖吗 哎 穷鬼呀 跟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正八景的宣德炉 一百五十万 你还是一样买不起 江远 你就别在我这里装了 你的底气 我还不知道吗 啊 这里的东西没有一样你能买得起的 赶紧滚蛋吧 哼 我要是想买 将你这个店买下来都绰锁 只是 你这个店里 每一个我看得上 我靠啊 你吹牛逼也没个火 云梦 你爷爷信佛吗 江远你怎么找我爷爷信佛啊 他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 就开始整天的烧香大火的了 老板 这套餐菜我要了 帮我包起来吧 这个呀 这就是个工艺品 根本不值钱 也是 像你这种穷鬼啊 也就能买得起我店里这种东西了 你要真想要 我给你便宜点 一万块卖给你好了 你店里最值钱的 就是这个东西 一万块就卖了 真是蠢货 好 我要了 鱼墨 相信我 这个鱼墨 你也肯定会喜欢 不是 江远 你只要拿这个给我爷爷当手里啊 这 这不大能拿出手吗 要不咱们再看个别的 没问题呢 这里屋他肯定会满意 哎 哈哈哈哈 美女啊 你快别跟这个废物在一起了 真是太丢人了 你一块个哥哥哥 哥那你去玩 只要你答应了 今天店里的东西 你随便投 我送你一下 怎么样 啊 我跟你熟吗 你接什么馋 美女啊 别给脸不要脸啊 你跟这个废物在一起 能有什么好处啊 我女人嘛 就要跟我这种 有权利在一起啊 啊 小庄 让你给我找的新铲 准备好了吗 霍家主 你快信 早就弄好了 你看看 请 好 不错 付钱 慢着 霍家主 这东西却您最好不要来 小子 你想死 霍家主买的东西 有人都动你 说三道四 姜元别乱说 霍家主 听我一劝吧 不想死的话 就赶快把这东西放下 姜元 你说什么呢 你快跟霍家主道歉 小伙子 虽然你刚才让我开了眼了 但是 我霍某人买东西 向来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 霍家主 我是谢家的谢云梦 我替他给您道歉了 您别跟他一张见识 小伙子 说说看 为什么不让我买这个金铲 说不出来 别怪我不客气 这金铲里有脏东西 只怕您是压不住 王八蛋 我给霍家主准备的宝贝 怎么会有脏东西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是不是会弄死你啊 霍家主 你为真的回来瞎说啊 霍家主 你要干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霍家主 这 我也不知道啊 这是我画高架出来的 霍家主 自然邪斗事物 好 应该没这个本事 你不知情 我去霍家主 还是最好查查身边的人 阿虎 给我好好查清楚 是你 小伙子 你不仅眼力好 还懂风水之术 我霍南山 这狗东西 坏个屁啊 他就是瞎蒙了 霍家主 你可千万别为了家老 我霍南山讲话 从来不喜欢别人插走 阿虎 挡嘴 起来 嘿嘿嘿 啊 我走一遍去 小伙子 今天 也算是你让我躲过了一劫 我霍南山 是有恩必还 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你说吧 你要金钱 还是要地位 我都能满足你 张远 你可又一杯冲天了 这可是霍家主的人情啊 霍家主 有这时间 我勸你还是最好去肿瘤医院 查查身体吧 否则 没几个月可活了 小子 你竟然敢揍霍家主 想死吗 我霍某人每年都体验身体 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小伙子 既然不要霍南山的人情 那我就不多说了 你好自为之 小子 给脸不要脸 下次别让我遇见 霍家主 霍家主 江远 你怎么把霍家主给得罪了 他可是有恩必还 有愁必报的主 你快给他道歉去 林某 别担心 用不了几天 他就会过来求我 对了 上次你说 你爷爷的病 是什么情况 我爷爷是从去年开始才这样的 他就每天晚上睡不好觉 而且还做噩梦 有的时候眼前还发黑 还浑身发冷 但是去医院查吧 也都没什么毛病 所以他才开始烧香拜佛的 别担心 我知道怎么要你爷爷 真的 江远 如果你把我爷爷的病治好了的话 他就不会逼我嫁给那个人了 当然了 我们快去你爷爷的寿宴吧 哦 宝贝不能忘 走吧 通知赵主任 给我安排一次全身的检查 家主 您还真信了那小子的胡言乱语啊 那小子眼里很不一般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检查一下吧 是 是 我 我 你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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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梦 好久不见 人 又漂亮了 哈哈 今天晚上宴会结束 更委屈屈兜风 我呀 不好意思啊李少 晚上 我再陪我男朋友 嗯 男朋友 谢屏梦 就他一眼成真样 这该不会是你搭机上的 随便踏了一个演戏 找过来亲了 找过来亲了 他说你是他男朋友 你敢认吗 他是我女朋友 怎么了 有什么不敢承认呢 小子 在江里啊 敢抢我的女人 就是这个下场 抢你的女人 怎么了 我给你能够上门呗 李少 你又来了呀 我给你能够上门呗 跟我来吧 爷爷 李少来了 老公 今天想做梦 啊 夏宇梦啊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爷爷 今天的寿宴你来晚就算了 怎么 那还带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人过来呀 你看这穷酸样吧 是吧 老公 云梦 你从哪儿捡来一个臭要饭呢呀 老爷子的寿宴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 就他这个穷酸样 来这儿 简直是遭了这里的空气 我带谁来是我的自由 像你这种穷酸货 也可以来我爷爷的寿宴 身材不错 嘴巴是这么多 我猜 是气血不上所致 你身旁的这位 虽然有点钱 但是不是在房市上 能无法满足你 才会让你心生结育 脾气很大呀 你怎么知道 你在胡说干道什么 混蛋 你再敢乱说话信不信我 吵什么呢 不看看什么场合啊 还让我过瘦不 县余梦 爷爷的寿宴你不会空手来的吧 自然是不会空手而来 因为我老爷子喜欢奇珍异宝 我这儿 特有一件西式珍宝相送 就你这穷酸货 能拿出来什么奇珍异宝呀 就你也能拿出来西式珍宝 好 好呀 敢不敢跟我的比一比 你要是输了 就跪下来把我的鞋舔干净 然后滚出去 好 你就比 但如果你输了 就跟我们云梦跪下道歉 既然要比 那我也参与一下 唉 想不想 敢不敢跟我比一下 输的话 就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 然后离开雨梦 雨梦是我女朋友 要远离的人 也应该是你 不过 既然你要比试 那我也愿意奉陪 输了的话 你也跪下道歉 不知道谁给你的底气啊 好 那我们就比试比试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 你要输定了 带行们想吃天鹅肉肉 谢雨梦可是我李家大少想看上的女人 他也想忍耻 简直不知死活 雨梦 李少对你倾心已久 你一直不接受 我看今天就做个了结 如果你们读书了 就乖乖的听从家里边的安排 宴会结束 跟李少走 谢雨梦 你的贺礼呢 哪里哦 就这啊 还请各位一起见证 我们送给谢老爷子的贺礼 谢老爷子最爱古玩瓷器 这一件是我特意为谢老爷的您计备的 清代万寿无疆盘价值一百万 一百万老公你真好你真用心 好 我的好思雨梦 有心了 李少 天文老爷的信佛 这尊琉璃观音像是我从南海普罗山请来的 朱老爷子 朱老爷子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 这可是七彩流金观音像 我没看错的话 这上面的七彩 那全是新语 顶级的流利 镶嵌而成 老爷子 这 这 这得多少钱呀 有家无事 李少 一千万起价 李少 出手也太破绰了吧 这随便一件贺礼 一千万起步呀 老公 我本来以为你的首领呢 都已经够顶级了 我看啊 人家做所有的首领夹起来 都不用李少宁的呀 费物 看到我们的礼物了吗 你这破箱子 我看就不用打开了 给你留点面子 不如 你乖乖跪下认输 就这两件礼物 还上了 来面 和我的礼物相比 更是不值一提 妈的 还在装逼 老子倒要看看你这个乡巴楼 能送什么样的礼物 我还以为是什么绝世珍宝 来 大家看看这废物色的东西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香巴老送的绝世珍宝 这根本就是现代工艺品 现在的小康家庭 家家都有这个摆价 哈哈哈哈 香巴老 你不会家里没钱 从家里把这个摆价 拿过来了吧 哈哈 就这种东西 也好意思拿出来送人啊 真是丢人现眼 哈哈 就这也好意思说是西日珍宝 千元梦 你不会找了个石破烂的乞丐吗 香元 多怪你 我说这个东西拿不上台面 你非要送 这下好了 爷爷肯定扰不了我 放心 没事的 爷爷 今天你胡商业呢 这两个人 就拿这么个东西来哄诺您 依我看 就该让他们滚出去 混账东西 千元梦 你今天带着这废物来 就是诚心想羞辱老婆吗 爷爷我不是 还敢狡辩 你明明知道爷爷身体吧 好多的东西 所以 你就联合这么个废物 送爷爷这么个垃圾东西 来去爷爷是吧 小文你别在这心口开河 我心口开河 你这个不像的孙女 送爷爷这种垃圾东西 还说是什么西式珍宝 让大家看看啊 这到底是什么宝贝 废物 我这个万寿无枪盘 能买你一仓货的破陶三才买价 更别说李少的流金观音像 哼哼 谁笑的话 赶紧跪下来给我舔鞋 然后赶紧滚蛋 云梦 你一时被哄骗我不怪你 哼 不过啊 这种乡霸楼 明确上不了台面 废物 你跪下来 现在滚出去 以后离云梦远一点 我们这种圈子 不是你这种垃圾能挤进来的 废物 那还是办事物件本 你要是磕坏了 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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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这种物件 上个猪 上个猪 结果怎么样 家主查出来了 这一个隐藏很真的重要 幸好发现了结石还能治疗 医生说 这个肿瘤寻常检查根本查不出来 很难发现 要是再做一段时间 我爸您又真的没命 还真让这小子说对了 您这是吉人自有天相 去安排下面所有的人 尽快找到我的恩人 要当面好好感谢他 是 这 这可是清代官要杀这磁器 你真正敢摔碎 广八蛋 你正在摔碎我的外兽胡将盘 你找死 姜云你这是干嘛呀 我让外兽胡将盘 这是穷上恶水出凋面 自己送的破烂打不出手 还敢当别人的礼物 你 看这背货 你想干什么 你 我借你一万个胆子 你这废物 难道敢把我的价值千万的礼物砸了吗 这尊相告什么错 不过和我的礼物比起来 也只是图有虚 网站 你不不着 我容不着 他 我让魂徒不将盘 我的奇才流进我的一下啊 不 这废课 你这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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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敢说你的宝贝 你这废了 王八蛋你真敢打呀 来人 把他两条腿给我打断 不 把他给我活活打死 爷爷不要了 我这 这狗东西找死先来不住他 东西上打断他的狗才 住手 一群警体吃蛙 今天 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叫西式正面 这 这 这是什么药 这药子可是极品扬子白玉 这尊白玉佛像 原本的主人 为了掩人耳目 刻字在外 入手了一层粗糙的板件外壳 里面的白玉佛像 还是真正的西式之宝 这 这怎么可能 你说这是宝贝就是宝贝啊 谁能证明这是宝贝 爷爷 你别听他下吹牛 给我闭嘴 我学无数 这可是极品的羊质白玉 当年 我参加将领 最大的一次拍卖会 压轴的观音像 就是这种极品的 和田羊质白玉 但最后还要上两千多万 这要的已经达到了至尊级别 刁公也是出自大师之手 这价格最少是在五千万之上 不可能啊 至尊级别 至尊级白玉 这个废物 都不能够拿这么贵重的礼物 这样啊 别一口一个废物 如今我给老爷子的贺礼 不是给你的破盘子 价值高到哪里去 你们输了 王八蛋 你只是医师运气好 捡到啊 我不想用狗屎运能一直在 我记得你们刚说什么来着 哦 对了 现在你们输了 是不是要给我和云梦 跪下磕头道歉 你做了 让我给你们两个废话磕头道歉 休想 爷爷 你看他呀 这家伙就是走了狗屎运而已 你看到真的让我跟他下跪呀 我可是你的亲孙女呀 我要是下跪了 这谢家联名往哪放呀 羽毛 你们今天送的礼物啊 爷爷很开心 你堂姐也是谢家的人 她也认输了 今天这么多人 我看下跪的事就无意了吧 老爷子 你还真是偏心 刚刚如果说的是云梦 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吧 混账 这是我们谢家的事 哪能让你为人材人 江远 算了吧 咱们家已经赢了 爷爷 我这次带江远过来 不只是为了给您出售的 江远他医术也很厉害的 所以我想让他给您看看病 闭嘴 带着他给我站一边去 就他这种废物 能看什么病啊 绿绍 我没记错的话 刚刚你也说了 还不家里边快滚回去 还赖到这里干什么 你 小子 刚刚不过是你走了狗屎 捡到了宝贝而已 真以为自己多厉害的 这鹤里啊 只不过是开胃菜罢了 我今天准备的 还有更尊贵的礼物呢 谢老 听门您最近身体不大好 我特意给您请来了 位神医 帮您看看 这位 就是华神医 这就是江陵第一医院的教授 华神医 没错 华老不仅是江陵第一医院的教授 还是我李家培养出来的首席医师 就会大名 有失愿意 老爷 今天你的寿宴过得可真热闹啊 离上随便住手啊 就是华神医这样的顶级正手 华老在这里 像你这样弄虚作假 装模装的废物 还敢自称自己挥手 赶紧攻过 弄虚作假 你说我弄虚作假 你的胸明明只有C大小 却垫得跟D 这不是弄虚作假 还是什么呢 你 你胡说 我胡说 老爷子的病 他治不了 只有我能治 华小友 年纪不大 竟然如此自满 敢问 师从何门啊 我没有师父 我的医术 是祖圣传下来的 将给我查 就是个破坊 这祖圣往上查三代啊 都是农民 还师承祖圣 我呸 农民怎么了 谁往上数三代 不是农民 那你可有行医资格证 我没有 简直是胡闹 什么资格都没有 还大言不惭的出来给人看病 简直是败坏我们医生的名誉 我不闹 我说过了 老爷子的病危在旦夕 只有我能治 你一个破保案 大字都不是几个 还治我爷的病 你治 你治个屁 老爷子 既然今天 您有华佗在世 那我想 我特意被您请来的化神医 就用不倒了 忘了 我们走 你 你 你 我化神医在 我怎么会叫这毛肚小伙子 给我看病 爷爷 这真的挺厉害的 重备 带着他去一边站着 但我治疗 我饶不了你 你还求化神医 给我看看 到底得了什么怪病啊 花老同意这么久 什么疑难杂症没见过 而且啊 还从来没有失误过 这看病啊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配的 花老 出手吧 也让这废物好好看看 什么才是神医 好 老爷子 那请随我来吧 好好好 好 华神医 我爷爷情况怎么样了 是啊 华神医 看出点身 老爷子的身体 确实很虚弱了 据我的经典来看 老爷子 您的寿命 只不过还有半年 的事情 什么 那现在怎么办 华神医 您艺术高明 一定要救救我爷啊 我要记忆 老爷子的病 只需要一枚 极品的千年灵芝 就可药 到病除 老爷子 起码 还能严寿的五年 那这千年灵芝 到底从哪路啊 历少 你们李家 可是降临第一大医药世界 我知道 你们家 有一株 极品的千年灵芝 不知历少 可否 原来的老夫 老爷子 我们李家 确实有一枚 极品的千年灵芝 这东西 可以让您多活五年 不过 这东西很是珍贵啊 我怎么可能平白无故送你 李少 只要您愿意把灵芝给我 什么条件 我都接受 好 老爷子 那我就直说了 您也知道 我看上了谢雨孟 可她一直不肯答应 如果您同意 让她留下来 好好陪我玩一晚上 我倒是可以考虑 把这株灵芝 以五千万的价 卖给您 好 李俊杰 你不要太过分了 谢雨孟 你还不赶紧答应 你少条件 这些年 你吃蟹家的 喝蟹家的 你该报答蟹家的 我是人又不是商品 他这种条件 我怎么可能答应他 好好好 老爷子 那您就等死吧 我们走 雨孟 雨孟 你不能眼睁睁开 就爷爷死吧 陪李上 你晚上骂 你乖乖听话 我看老爷子 还是不必折腾找灵芝的 就算找到了 也没有用 你已冰入高荒 活不过明天 我劝你 还是准备后事的 混杂 你揍老夫 你这废 华神医都说了 老爷子是虚弱 只需千年灵芝 补气 严寿即可 难道你在质疑 华神医的医术吗 所谓神医 也不过如此 老爷子的病情 以为在旦夕 灵芝也救不了 如果这就是 李家神医的最高水平 我劝李家的药铺 你趁着关门 我们信 废话 敢对李家不救 你找死 忍你很久 谁给你的胆子 这样是我女朋友 你放手 废话 还不快放了李少 你快放开李少 你也想害了我们下家吗 还不快住手 江源 你快住手 李家我们都对不起 废话 废话 这些东西 知道我李家的厉害了吗 你以为 他的一个谢家 你就直接能增添 我给你一个天堆的胆子 你也不敢动我一颗汗毛 师兄 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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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算什么东西 我动你 又如何 这被我介绍 他李少 都死定了 唉 敢动手 打我李家 好 这一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给我叫人 我要把谢家给灭了 李少 李少 他可不关我们事啊 灭了谢家 但是你要敢动我 我跟你玩命 我跟你玩命 往往的 李少 李少 小姐这么撞头 李少 李少 你息怒啊 啊 给呀 给呀 好 老爷子 你就乖乖等死吧 我们走 都是你这个废物啊 来人 我的腿部打怪 宋李家请追 谢盟梦 你带着个废物来 又是周爷爷明天死 又是他那里上 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吗 姜云 你这次确实太冲动 宇宝 你别担心 你家的事 我会解决 可你年约的病 我并没有下说 如果不继续治疗的话 到了今晚 他就会同龙一烈 全身发了 半夜 根本是会噩梦连连 精神崩溃啊 只怕到我民造 他会渴血不止 一到正 根本太软在床 没法下定 只怕是到了晚上 全身崩溃 就算神仙来了 你就不了他 还想 你轮到我打你 你 为什么 胡说 明天你就知道了 老夫是死是活 也轮不住你来看 赶紧我关 这我走可以 我走出你们薛家这身大安 之后 就别想让我出什么治疗 如果事情真如你所说这样 我希望能过下来叫你爸 好 记住你说的话 算了 老板娘她不是在店里吗 在这干什么 还没那么难色 不好 旁边要凑合 燕姐 这是怎么了 姜远你别管我让我去死 燕姐 你发生什么事了 我 我一时糊涂 在周军那被人射去 我的钱全没了 不仅如此 我还欠了一千多万的高利贷 我哪来那么多钱还了 嗨 就这点事啊 别担心 我有钱啊 不过她既然坑害了你 咱不可能给她钱 这样你带我过去 我给你找个城市啊 真的吗 当然了 走 咱就去过去 走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让你尽快把这破赌场给我处理掉 跟我学做浴室生命 你就是不听 搞得到处无言瘴气 成何体统 这兄弟们也要吃饭 我不管什么理由 尽快我全部给你干净 另外 这次我来找你 你这边人多 人也咋 我要你跟我找一个人 国家 您放心 您想找什么人 我一定帮你找到 郑姐 要不还是算了吧 周军可是出了名的凶声恶杀 别到时候没帮我找回厂子 再把你搭进去了 老大 下面有闹事 我 有人敢带我的上门闹事 郭家 您在这儿烧口 我马上就回来 别担心 你忘了 我可会算 我信你个鬼呀 你要是真会算 那你算算 我今天穿了什么颜色的内衣呀 年姐你这么主动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你到底行不行啊 你是不是找理由 占老人便宜呀 没想到 燕姐这么大的人 还穿这么可爱的分色内衣 不过 燕姐真的好带 好大呀 你穿的应该是粉 呦 这不是赵方燕吗 怎么 想通了 跟了我 你的欠款我就给你免了 还能一起吃姜的喝辣的 周军 你做梦 你骗我说只是娃娃 把我的三百万全骗走 还害我欠了一千多万 现在还想让我做你的女人 没门 赵方燕 就找个小白脸 也想讨回你的厂子 小子 你不撒谱就要照照你自己 看看你那窝囊废样 也敢来我的厂子闹事 废什么话 赶紧吧 我燕姐钱还回来 别赶藏我 邀请 小子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来到我们这里 要按我们这些规矩来 进去陪哥玩粮吧 你要是赢了 钱我就还给你 你要是输了的话 小子 你别跟他玩 你也咬他的 别怕燕姐 走 我们今天三局两胜 就玩骰子 不过 我们这里的规矩 一百万起局 你要是没钱 就趁早滚带 别耽误我时间 我当然有钱 钱 我有的是 给我拿两千万筹码来 动脑的还非呀 不知白不知 哈 你 你 这下可以开始 咱们今天就比大小谁大谁赢 啊 啊 哎 小玉你行不行啊你啊 嗯 叔叔 再來再來 來 哲君敢和我對賭 今天就讓你輸的幸福好福 十七點 這下可怎麼辦啊 十七點 這下可怎麼辦啊 來 啊 啊 這這麼小小的你就不會玩傻子 還過來跟我比 我看你啊 趁咋滾蛋 再來再來 好 再來 再來 靠 就差一點兒 再來再來 明顯能外害 這已經上頭了 你不服 我不服 哎呀 再來再來 一點兒也太背了 已經沒錢了 滾吧 我不服 再來再來 張遠 你別鬧了 你贏不了他的 你再這樣玩 你錢都輸沒了 周俊 我這兒有張卡 裡面一個五千萬 再加一千萬 我們一綁定輸贏 敢不敢 我又什麼不敢哪 你個窩囊廢過來給我送錢 我高興還來不及的 爽快 爽快 之前每一次你都叫大 這一次我們比小 好啊 就聽你的 咱們比小 前面是你演了這麼久 你以為我上頭 其實是你自己上頭 去 開門家 今天 叫你知道我的令 三個一 江遠 這下可怎麼辦呀 杜君你的賭書不過如此 說過 今天 數定 哇 你說今天 怎麼等了 江遠這也太厲害了吧 你小子根本就不會玩傻子了 怎麼可能搖出一入今天 我裝一下 怎麼會上當的 媽 要錢是嗎 門都沒有 難道你想在你自己地面上 換規矩 規矩 在這裡 老子的話就是規矩 來著 把這手過度了 還有這個女的 把人給我扣了 老子今天就是你知道出老千的後果 我拿到 老子 老子今天就是你知道出老千的後果 我拿到 老子 你 家主 您怎麼下來了 混賬 我家主 你這 你這 江大師 感謝您 救我一命 江大師 不 張眼的 江大師 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是找死啊你 他他他 江大師 今天多虧了你 我才撿回來一條命 江大師 都是我國雅太人敵 是我永遠不識泰山 你就饒過我這一次吧 我記得 你不是說出老千嗎 不不不 你絕對沒有出老千 你就是賭神 不不 是債神 那之前 我們燕姐現在欠幾道 欠點兒 誰他媽欠欠點兒了 我弄死他 江大師 我這裏有兩個印 一定要收下 從今天 把賭場給我關掉 是是是 江大師 請您收下吧 我還想請您吃個便飯 能否省臉 那就 多謝霍家主了 任姐跟我一起去吧 走 好 漂亮 部長 啊 啊 爹爹你怎麼了 爹爹你沒事吧 我看 眼前發黑 這魂是發冷 好冷啊 爹爹 這就是江原所說的症狀 我現在就去找他 他肯定能把你治好的 爹爹就是被你的那個廢物氣到 還敢提他 他是個什麼東西 這故事瞎夢了 也配給爹爹看病 想讓我去請他 我看病 門兒都沒有 爹爹 扶我上樓 走爹爹 我趕快走 爹爹 爹 江大使 請坐 我來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江陵市海團商會會長 吴海團 江原 這是江陵道上的大牢 吴會長 您好 這就是那位江大使 就是他救了你一命 老貨 這毛都沒掌權的小子 有你說的那麼牛逼 你還想讓他代表你們貨家 參加健保大會 還想把我這件事 交給他解決 老吴啊 這話不能亂說 江兄弟可是有真本事的高人 行了 你別給這小子臉上貼金了 我不知道你這位老江湖 是怎麼被他忽悠的 可我吴海川 是絕對不會相信 這麼一個毛頭小子的 吴會長 我是年輕了一點 您不需要相信我 但看見霍家主的面子上 我還是提醒一下您 我看您煞氣纏身 恐怕近日 朱勢不順了 要想破解的話 就把您手中的班尺扔掉 否則 煞氣越急越多 您性命危矣啊 王八蛋 裝神弄鬼 還敢助我吴海川 是不是找死 老吴 不要太介意 天咋痴 那是我請來的貴賓 吴會長 您現在已殺氣上身 再不扔掉手部班子 只怕十二個時辰之內 以後有血光之災 好 好 真是個不怕死的 我今天 就給霍男士一個面子 小子 別讓我再見到你 否則 我要你狗命 告辭 張大師 你看今天這事弄的 郭家主 您別建議 吴會長 他既然不聽我的全告 那他也是他的結束 不過 您剛說的健保大會 是什麼情況 健保大會 你都不知道 將臨十年舉辦一次 各大家族都會參加 獲得第一名的家族 有權分配到 將臨十年的資源 這種資源分配方式 他真是同一次聽說 這種比動方式 能避免平時各大勢力的惡性競爭 資源不會內耗 正是有這種健保大會的存在 我們江陵市才能成為 大廈補完玉石市場 最有名氣的地方 這次玉石健保大會 聽說李家請來了絕世高手 我想邀請您代表霍家參加 這個李家確實該收拾了 我答應您 我會代表霍家參加獎的大會 江大師 今天我霍家有一場拍賣會 這是邀請函 我替我您道歉 爺爺你怎麼咳嗽這麼嚴重啊 快喝掉水 爺爺你怎麼咳血了 爺爺 這就是江源所說的症状 我現在去把江源找過來 不會真的別人兵務說哼了吧 爺爺 要不我們去看醫生吧 大早上猜起來 太乾脹了 我這身子骨啊 好著呢 別盡在這兒住你 可是 閉嘴 相信那小子 好了好了 那爺 江源 這不會是霍家的拍賣會啊 規模好大 是啊 不知道今天在這裡 能探到什麼好東西呢 我們走吧 喲 你這種廢物怎麼在這種地方 這裡是你該來的地方嗎 回去是個拍賣會 我有什麼不能來的 今天來這裡的 哪個不是江陵市頂級的豪門貴族 就你這個臭保安 也配來這兒 孫妹妹我告訴你 我們已經分手了 陳少 他欺負我 哈哈哈 寶貝 對付這種樂色 這麼能讓你親自出生啊 保安 把他轟出去 你好 請你馬上離開這裡 我拿了邀請函進來 為什麼要離開 像你這種窩囊肺 也配有邀請函 肯定是假的 請您把你的邀請函 給我檢查一遍 拿去吧 今天可是貨家的拍賣會 你敢偽造邀請函混進來 你死定了 你就是一個垃圾啊 就該待在垃圾桶裡 懂嗎 趕緊滾吧 閉嘴 這位先生的邀請函是真的 而且是貨家主親自邀請 什麼 你好好看清楚 像這種垃圾 貨家家主怎麼可能邀請他 我不可能看錯 你們倆人再在這裡鬧事 就把你們倆趕出去 對不起先生 這邊請 肯定是偷來的邀請函 沒事 像這種垃圾 來拍賣會 也就只會丟人現眼罷了 咱們走 各位 今天的拍賣會 我宣布 就是開始 今天的第一件拍品 就是這尊 原青花小品 起拍價 你錢我 我終於結我了 你錢二百萬 陳少 這是什麼東西 大家都爭著出價 這是原青花 價值七千萬 只要今天我們搶著他 就能大賺 兩千萬 兩千二百萬 兩千五百萬 兩千五百萬 三千萬 江遠 這可是原青花 這要是搶到 你們就賺翻了 你錢 這個瓶子 是假的 假的 買不起就別買 在這不懂 裝懂 胡說八道 不覺得丟人嗎 沈總啊 你要是不想你老爸 把你腿打斷 我去這瓶子 要是別買 不然的話 會虧得想跳樓的 五千萬 我要了 五千萬 各位 還有人比這出的更高了嗎 五千萬兩次 五千萬三次 唐嬌 恭喜陳上 啟得原青花小平 哈哈哈哈 成蒙大家的厚愛 本上就將此物收於囊下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麼 老子一出手 就賺了兩千萬 你拿什麼在這兒跟我裝 我要是你 現在就趕緊夾住屁股滾蛋了 好嗎 對了 我告訴你了 妖妖寒順 哈哈哈哈 你不要太過分了 哈哈哈哈 姐 沒事 過一會兒啊 某人就哭著去跳樓了 哈哈 各位 接下來的第十件藏品 是一幅古畫 它來自一位 神秘的藏家 無法見別真偽 所以 進行物體價拍賣 各位 可以各憑眼力 誰說呀 這難道就是唐伯虎的純屬秋霜圖 這可是火炮集的藏品 這幅畫 我出價一千塊 哈哈哈哈哈哈 江遠 你不會以為這幅畫是真的吧 我覺得這幅畫是真的 要是能一千塊買到的話 必定大賺 哈哈哈哈 看來垃圾就是垃圾啊 還想到這兒來撿咯 真是一點常識都沒有 哼 這幅 這幅畫 專屬秋霜圖 是唐伯虎 巔峰時期的一幅作品 畫技精湛 價值連城 流傳於青桃 青桃兩位開國大將軍 看上了此幅畫 兩人為此爭執不休 最後分為兩步 分上下兩步 上卷為 杏花毛無獨 現收藏於護士博物館當中 下卷為 落霞孤無獨 現被港城大亨 李超人收入家中 這幅畫一看就不假的 連一百塊錢都不吃 好 黃大師 您來了 馮國章馮大師 可是江陵氏 古玩鑑定界駭斗級的人物 人送外號 馮神眼 任何東西 只要讓馮大師看一眼 便可分得出真假 講得好 這位小友如此年輕 竟能夠引經句點 不用堅定 直接證明這話的真假 真是年少有為啊 馮大師 您過去啊 晚輩不敢當 哈哈哈哈 好了 好了 我也是來看看熱鬧 好了 拍賣師 既然有人出價一千塊 那就趕緊把這幅假畫賣給他吧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一千塊錢也想撿咯 你不如拿著這些錢去醫院看看腦子 哈哈哈哈 廢什麼畫 要是沒人要的話 這幅畫就是我 來了 各位 這幅畫 還有比一千塊錢出價更高的嗎 拍賣師 你就趕緊賣給這個傻子吧 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 我宣布 再不畫 就被這位先生了 你們看哪 這個傻子 花了一千塊 買了一個一文不值的東西 還把他當寶貝一樣 哈哈哈哈 江遠 你小子真是個垃圾呀 你還真是他媽的沒什麼底線 花一千塊 買的這樣一個拉你 啊 把你那一千塊買的船是大作 好好收拾好 可別被人偷走了 哈哈哈哈 這年頭 值得點典故 就能見保了嗎 你覺得一千塊就能買到真劑 你是覺得護士博物館的專家不如你 還是港城大商抵超人美 也有眼光啊 這位小友 唐方虎的春樹青霜桐 確實放在兩處 摘封的確是放平 彭大師 據我所知 古文這一行 最忌諱的就是平常識 明明連這幅畫看都沒看 就說是艷品 我看所謂的逢神眼 也不擴充 混賬東西 老從我玩古玩的時候 你還沒說聲啊 你竟敢質疑我的探算 哼 你這個臭小子 不但是個廢物 而且不知天高地厚 冯老可是古玩界太陡機的人物 說話一人九鼎 岂是你這個小便三能夠質疑的 哼 大師 請過目吧 這幅畫 死章 弄末 脆皮 確實是唐伯伯的風格 看著氧化成怒 也符合真機的狀態 不過這幅畫有幾處細節 你畫模糊 雲比有些許不上感覺 所以 這雲劍很厲害的黃品罢了 小子 我就說你拿了一幅一文不值的爛話 現在趕緊拿著這幅畫給我滾蛋 不要在這兒當勿我們大家的時間 快滾 楓大師 眼光確實很毒辣 不過這次 您怕是看走眼了 看我也看了 我說這就是假的 你還敢質疑我冯獲政不成嗎 一個撿垃圾的臭屌絲 冯大師的話你都敢質疑 你說你買的畫是真的 今天就拿出證據來 今天你要是拿不出證據 你就跪下磕頭道歉 好 我就證明給你們看 我 你不說 這可是曹以師船的劍堡絕學 沒想到 你竟然會這手 大家看到了吧 这小子已经开始破冠破摔了 开始撕他这幅假画了 今天我就给你们好好上一课 此画纯束秋双图乃唐颖后期的加速 那时唐颖画功真画劲力度之辈 可穿透好几层画质 后来龙女生和功将将此画分为两层和内层 于是便得了脸父皇座 而且都是真气 龙大师不信的话就寄公目 后来得此画者觉得此画已即深浅不一 于是便自所中章 但此画者蒙上一层纸 导致此画即细气之处十分模糊 由于焦点重点之处形成紧于一场感觉 这这是唐颖火的真迹 这可是完整的春树凶双图啊 你的眼中残债的价值不是都要高出多少啊 这幅画最少价值 二十个历压 什么 这不可能 江源 你花一千块钱就能买到唐颇火的真迹 这不可能 我刚才为什么没有出价 如果我出价两千 这幅画岂不就是我的了 我怎么知道 这位小柳 你今天让冯某学到 你玩这一行 果然玉山又有一山高啊 等我刚才致意小柳 真是惭愧啊 风大师客气了 风大师 你可看清楚了 这才是价值严强的宝贝 狗屁 都是你这种 你钓鱼狗攻击 我还以为你真少有为 没想到你是好眼光的蠢财 那点吧 这 这可是我花了五千万买的元带清花 它至少价值一个月 狗屁 蠢财 花五千块就买了个宴品 什么 这不可能 人听花那必是不实用 真正元清花 那必是沙拍 摸起来 我越有牢骚 而你这元清花 那必光滑无比 我可能是真元清花 妈的 你们居然敢骗我 主持人 给我退钱 陈少 这场拍卖会一开始就说了 就是一场简陋 全凭个人严厉和运气 希望你 不要无理取闹 好啊 原来是你们联合起来骗我 我告诉你 我今天亏了这么多钱 我爸一定会弄死我 今天这个钱 你推也是推 不推也是推 磅死 无规矩的狗东西 男人 把他给我封锁的 顺便告知 全江宁城 五盘线 我不容国张 带头 不杀出死人 什么 放开我 带走 我见过大事 我们 开卖会继续 接下来的这件产品 是由李嘉大寿 为东西开门 他是来自于西域的 千年 五盘手串 起开价 五千块 这个东西 我要了 武海川 是你 你不但没有扔到你的班纸 还带着这个手串 看你是邪命长啊 小子 老子跟你说过 你都忘了 再让我见到你 我弄死你 弄死你 江源 你别说话了 这不是霍家族不在 我们可舍不起武海川啊 我没有得罪他 我在救他呀 救我 你一个江湖骗子 张嘴就来啊 武海川 你手上和这双手串 和你的班纸一样 都是邪煞之物 现在 你还将两者 带在同一个手上 我看你是命不交易 越说越来劲啊 想苦住我武海川 你的道还还前点 今天 他就把你满嘴的牙 给你拔弓 慢着 你说不听 你右手手上的内侧 是否有条若隐如线的黑线 这是怎么回事 咱们可能少说是真的吗 这黑线会随着时间 蔓延到你的胸口 到达你胸口之石 就是你绑命之石 少过扯的黑线白线 老子命一样 天哪不敢收我 快救我呀 哎呀 疼死我 哎呀 疼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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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吴海川 这次疼死我胸口 下次 不知道什么了 这手转是这么来的 等着想害死我吗 不会呀 这个手转 是李尚伟 跟我们拍卖的 李俊杰 可是我好兄弟 怎么可能会害我 小子 别看你今天救了我 想让我相信你 哼 没什么没有 你们钱 我就放过你 哼 慢点 可有朱砂 黄指线为用 您稍等 快川 你听你的煞气 并未消准 不暂时被我们压制 十二个时辰之内 你必有生命危险 这个狂风你拿着 关键时刻 能保你不死 或许 能撑到他救你 想我求你 好 今天 我就拿着你这鬼话服 一天之内 要是没事 你咒我 你要付出代价 我吴海川 也不是好哄的 哼 你咒我 我 走 走 我 走 我咒你 你咒你 你咒你 你咒咒你 咒你 我咒你 舅舅你 就开始,就开始眼前发黑,四肢发老,他早上起来就可省了,周五一光,他这样都站不起来,直接摊倒在床上了,跟你预言的一模一样,知道你肯定有办法,就当他对不对,我求求你了,教教他吧,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没事的,你先起来,先起来,还有效,来得及,我这就跟你过去看看,燕姐,这幅画就拜托你了,好好好,你们快去吧,明白了,我们走, 爷爷,我把姜远带过来了,谢雨貌,谁允许你把这个废物带回来,假的,你给我让开,现在爷爷情迫危急,只有姜远能救他,救他,一个废物,要医术没医术,要资格没资格,凭什么救爷爷,赶紧给我滚出去,姜远说得重重在爷爷身上依依对象了,你还不相信他吗,现在只有姜远能治得好他, 他不过是瞎蒙的而已,正好和爷爷正中对象了,爷爷的病,轮不到他来吃,我告诉你啊,别在这儿无假惺惺惺演戏,我已经告诉李少,李少带着化身衣啊,马上走, 李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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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到了吗,李少,爷爷,我把姜远找过来了,他一定能救你的,胡闹,爷爷都快乐没命了,你还让这种废物来演戏,爷爷,姜远他真的很厉害,你要相信他呀, 就他这种废物凭什么让人相信呢,不想让你爷爷死啊,那就让这个家伙啊,滚出去 李少,你可算来了,不然化身衣就救我爷爷吧,否则啊,我爷爷就要被这个谢衣梦和这个被我给治死 夏文,你少的都不合八道 别疼了 李少,求您,让化身衣出手,救我一命吧 李少,求您救救我爷爷吧 老爷子,一天不见,怎么就成这样了 你们想让我出手啊,把我李俊杰当成傻子了吗 上次来你们谢家给这老东西祝寿,这个家伙倒了我 现在想起来让我救他了 李少,李少,你让我救救救我吧,你偷偷我都接受 爷爷,先起来 爷爷,起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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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爷爷,你不用求他 姜远,姜远一定能把你治好的 就什么时候了 他有个胡说八道 你是想让我死啊 爷爷,爷爷,爷爷 李少,求您救救我爷吧 什么吵架,我们现在都能打赢 老爷子,我可以让化身衣救你 我也可以把我李家的灵芝拿出来,让你躲过尽 但是,我要让谢云梦这辈子都当造我的王民 让你尊重去 老爷子,好好考虑考虑吧 没想到你这么卑鄙无耻 我卑鄙无耻 你们现在还有得选吗 你不过就是个婊子而已 老子看上你是你的福分 孩子,你考虑得怎么样 你快救救我 爷爷,我不去 谢云梦,你是想要爷爷的命吗 告诉你,你不过是我们谢家一条狗而已 能伺候李少是你八辈子修来的夫妻姑 装什么青春 李少,我求求你救救我爷爷 至于谢云梦,我会把他绑到送到你的船上去的 好,花老,动手啊 快说 小元,我不想让爷爷死 但我也不想跟那个李娟姐走 你放心,他们救不了爷爷 谢老爷子,这是病情一刀晚期了 除了我,没人能救他 还在这装逼呢 一会儿就让你看看我怎么把人治好 再好好玩你的女人 花老,是真吧 你这一针扎下去 谢老爷子病死不已 你这个废物 敢当我爷之病 我要你偿命 还有你这个剑 等我把你脱钢的送到李少的床上去 看你还敢不敢不听话 谢阳梦 记住你说的话 过一会儿 就算你跪下求我 没播出什么的 过一会儿来求你 别做梦 别拿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来治愈花生医 花生医可是医学界的太头 有他在,肯定能治好爷爷 至于你,赶紧给我滚 记住你说的话 别听他在这装逼了 快了啊,赶快出手吧 我赶时间 等会儿啊 我还有好好玩他的女人呢 小爷子 你现在感觉如何呀 我好玩 这就好了 花生医 您的遗述 这次绝说不说 这一遗就是我一命 刚才是哪个废物 再质疑花生医的医术啊 来人 我这骗子 我抓起来 这 黑子 我打破那个双赔 被我 怎么不狗叫了 现在再跪下来给我磕头认作 我还能饶你一条狗鸣 狗东西 还不赶紧过下给我磕头道歉 爷爷 求求你了 你就放过他吧 我 我愿意跟李少总 你个贱人 你当然得跟李少总 还要你这个小白脸 你别想跑 起来 起来 哼 不过是回光返赵罢了 我劝你们 还是尽早买棺材 准备后事吧 你个帮帮带 你胡说帮到什么呢 爷爷 这 八老 这怎么回事 这我也不知道啊 赶快救生啊 好好好 李少 这 他们又脉搏了 我也救不了了 老爷子是寒气空心 你真心扎下去 不但没救他的命 还让寒气直逼心脏 现在死不过快 你都不早点说 爷爷爷爷 你不能有事啊爷爷 求求你救救我爷爷吧 对不起 是我原来不是太深 早就了神仙大人 求你救救我爷爷吧 姜云 我替爷爷跟你道歉 我求求你了 救救爷爷吧 让开 好 我倒看看 你怎么治 鬼门十三针 鬼门十三针 救命之一样 这 这都是时辰已久的医生绝学呀 什么 这被我怎么可能是医生的后人 静远 爷爷怎么样了 老爷子 暂时脱离的生命危险 不过 还需敬仰气息四十九日 才可康复 谢谢你啊 静远 是老头子 我错怪神医了 还花神医 一两件 老爷子 您坐下了 不过 有些话要跟您说清楚 今天之所以能救您 如果圆梦给您求情 否则 你已经是一贪死人了 是吗 是爷爷对不起你 爷爷知错了 爷爷 您没事就好 不过 话说回来 老爷子 您这病 不简单呀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 可能是 亚文 送了一颗大不安 是以后 我的身体就不舒服了 大 你 谢亚文 大不安是怎么回事 你是 是啊 那是我换大家钱买来的 可是好东西 好东西 还不从手来 到哪来的 你再不交代 我就打断你的双腿 然后把你组组写下去 我说我说 爷爷我我说我说 那是 那是李少给我的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药盘 少在登下海人 李少 你忘了吗 你说让大不安城让我 阴迟下去 我就是谢家的继承人 你还说 帮我好恶就是谢亚盟 你建议 后悔别故事 明明是你搞来的毒药 想害你爷爷 现在想呆在那我头上 简直不要命 李少爷 这么着急撇进关系啊 难不成 可真是你一手糟糕 我怎么着急啊 明明是这个蛇蟹 信长的女人 想拖我下水 我李俊杰可是李家人 怎么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 李俊杰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爷爷 周周趁机对我下手 凡事都要讲究一个证据 拿出来证据啊 批证据 你也要讲证据 李少 李少 说 到底是什么回事 混蛋 你做了什么 不说是吧 不说的话 这种痛苦 会伴随你下半生 是当你自杀为止 现在 说还是不说 我说 我说 是我干的 我不想下毒 让老头子病重 之后我再出手 吞兵谢家 同时我也能威胁谢渊梦 使过他爷爷性命 他这次当不了了 俊杰 是不知死我 你 你 你上 你 俊杰 俊杰 还有什么好说 你 我李家可不是好者的 告诉你们 等明天 我李家夺得健保大会第一名 我会第一个 先拿谢家开刀 给老子记着 我们走 静雄 算了 只要爷爷没事就行了 爷爷 这小子他倒就了一下 我 不要管他了 不小的东西 你共计外人 还想害死我 我宣布 即日起 将夏耀文 不愁谢家 滚 爷爷 你又知死了 爷爷 你上路吧 来人 给我把他轰出去 爷爷 爷爷 我真可知道错了 爷爷 爷爷 丁梦啊 这些年来 都是爷爷 对不起你啊 从今往后啊 我们谢家的一切财产 你就是唯一的继承人 我 谢谢爷爷 丁梦 这是明天江临城 健保大会的要求船 爷爷老了 这一次啊 你就代表我们谢家去吧 谢谢爷爷 这妈的 被那小子装神弄鬼给唬到了 我吴海川 看什么血雨腥风没见过 能着了他的道 别让我再见过了小子 我今天倒要看看 这个他妈的护身符 能有什么用 去 哎呦 哎呦 队长 你没事吧 会长 哎呀 扫 会长 你没事吧 哎呀 哎呀 可妈的 没长个眼睛 老子差点死了 难不成 是这个护身符 救了我一命 会长 黑线快到心脏了 你不会真的要死了吧 你他妈的要死呢 快快带我去找姜大师 向远啊 这就是健保大会啊 没想到办了这么隆重啊 是啊 十年一次 他决定了江平城 各大资源分配 自然是好配吧 嗯 不过 我听说李嘉这次来的都是绝世高手 有必要拿下第一的价值 嗯 没确 李嘉这几年 手段凶快 崛起的飞快 回答目的不择手段 看来 不如这样下去 或者江平城 都要请 那 那我们可就完蛋了 放心吧 我请答应霍南山 代表国家参加建保大会 就我在 他们不会再说 又在这吹牛皮吧你 那国家实力那么雄厚 高手云集的 怎么可能请你参加这种比赛 你先算了 我先去的计划金 啊 等我 找借口吧你 那你快点去快点回来啊 马上都开始了 你快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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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 我先去 你快点去 我先去 先生大师不好了 你女朋友被人打了 先生大师不好了 你女朋友被人打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 你女朋友和王女士起了冲突 把王女士的玉佩撞到地上了 你女朋友连忙道歉 可王女士根本不清 还找人打 贱人 跪下来给我把鞋舔干净 撞坏了我的玉佩 你知道我的玉佩多少钱吗 这可是我花一千万买来的 另外 你还推了老娘一把 必要费 要一百万 今天你如果不拿出来一千一百万 你就别想活着离开的 你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明明就是你撞到我了 玉佩才掉地人碎了的 而且我都都给你道歉了 你怎么还跌倒黑白啊 先生还敢顶嘴 我说是你干的 就是你干的 女朋友 姜云 谁给你的胆子了 欺负我的女人 姜云 我要动手 今天来的都是大人 我感觉 却用你的意思都可以 欺负他怎么了 你们两个废物东西 知不知道老娘是谁啊 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我只知道 姐必须给他道歉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让我给这个贱人赔礼道歉 小子 我叫王玉梅 是海川商会的部组经理 吴海川就是我姐夫 他就是海川商会的副会长 王玉梅 听说 上次有个夫妇带着了他 下面都不亲了 你的女人 葬坏了我的玉佩 这个玉佩 可是我从博爱托人 一千多万买回来的 说吧 怎么给我交代 这个 你再给我们几天时间 我们收到钱了 这边这个赔给你 赔钱 一千万而已 我王玉梅有个事 我不稀罕你赔我这一千万 那你想怎么解决 跟你两条路 第一 今天必须找一块一模一样的玉佩 给给我 我可以想到这种事 第二 如果你今天找不出来一模一样的玉佩 那就得给我四千万 四千万 你这玉佩明明就一千万 凭什么让我能推你四千万 就凭我是王玉梅呀 你耽误了我的时间 还影响了我的心情 你就得看我这么多 你一个不懂玉的垃圾 能看得懂我这块玉的价值吗 我看你的浑身都是人工填充 这块玉 我们话也是讲的吧 你个王八蛋你胡说什么呢 赔不起我玉佩的钱 你还敢测误我的身材 我胡说 怎么 说到你就痛不出了 小子 你今天不仅要赔我玉佩的钱 我还要撕了你这种嘴 就这垃圾东西 你想让我们赔钱 王八蛋你找死啊 你这玉分明就是假的 你想要的话 给你一千个 好大的口气呀 赔我一千个 你知不知道这块玉 可是我花一千都要买来的 如果是真的几瓶宝玉的话 那这玉中间怎么会有假藏呢 哈哈哈哈 没想到啊 王玉梅这样的大人物 买了个假玉佩 还掉颜色 真是笑得要大牙了 哈哈哈哈 他今天啊 丢人丢的 连击处都不胜 哈哈哈哈 王八蛋 你敢让我丢脸 老娘赶紧没完 完了 完了 这小子 知道他是海川商会的王玉梅 竟然还管踹踹 今天可要出人命了 当然 你怎么能打他呢 他可是乌海川的小姨子 就说乌海川在这儿 能一样打这个贱女人 王八蛋 你打了我还敢胡说八道 连我姐夫你也不放在眼里 今天就说乌海川来了 你跪下求我 你个王八蛋 你他妈竟敢还侮辱我姐夫 你看我今天不撕了你的嘴 跟我上 连谁党都没有用 给我打死这个王八蛋 混蛋 翻住手 姐夫 你来了 这两个贱人欺负我 尤其是这样狗东西 他刚才来拽了我一脚 你干嘛我被他打的呀 完了 武海川都来了 他可是个杀神呐 好心 哈 我姐夫生气了 他这样啊 就是要杀人了 小王八蛋 你继续狂啊 怎么不敢嚣张了 姐夫 这个王八蛋 刚才让我给他跪下 我说你是我姐夫 他说你也保不了我 还说今天就算你来了 也要给他跪下下跪求他呢 小宝贝 你可太可爱了 姐夫 我帮你呢 江大师 快救救我 武海川 竟然给这小子跪下了 姐夫 你疯了吗 你怎么能给这种废物跪下呢 那是什么东西啊 像他这种底层垃圾 我明年要踩死多少个呀 你给我闭嘴 把都弄走 江大师 求求你 救救我 我还不想死 现在信了 先起来吧 信了信了 江大师 我差点被车撞死 你给我的护身符 也烧掉了 如今的黑线 已经到了我的胸口 就跟人跌着似的 随时都有要死的感觉 我求求你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把你右手抬起来吧 哎 知道吗 这 这是假的吧 江大师 我没事了 我没事了 这是钻石没事 你先转过去 嗯 好了 我已经煞气 还顾你的五张六 这三年内 不要你都为非做的 大气 自然不受 别给江大师 江大师放心 以后 我绝对请您的 不会为非做的 哎 江大师 您是来参加健康礼了吗 哎 等会马上要开始吧 咱们一起进行 你先去吧 我和云梦 过一会儿去 啊 好 嗯 雨梦 这个镯子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来 这镯子你戴得真好看 那我们走吧 江大师十年一度的剑保大会 我编故正式开始 一场与动 礼拼赌术 有请各位家族 派出你们优秀的代表 上台参赛 诸位 今天听我李家 带来了一位传奇人物 相信各位 一定会特别感兴趣 这个人 就是江灵 新一代武皇 江 飞 鱼 江飞鱼 从澳岛学生归来 好赌两百场 无一百斤 据说江灵赌胜 何金城 就在昨天 败给了江飞鱼 一代赌胜 从此落幕 没想到李家 请来了这样的高手 对 我带着李家 来参加一场剑保大会 这第一场 谁不在于我这一场 江源 你说这个剑保大会 怎么突然都改成赌术了呢 这从商之人 很多时候 比的是谁更肯赌 谁更会赌 这才是决生的关键 虽说他们第一场就比赌术 我这到底正常 毕竟 这难不当我 你不会是想告诉我 你也能看透这个 骰钟 那当然了 看透骰钟算是吧 我呀 还知道你胸前有几颗质 两颗 猜错了 我胸前啊 就一颗质 你胸前有一颗质 但是呢 你左胸下还有一颗质 因为你胸太大 拍不到我 等一下 我手机拍了 发给你看 你就知道了 你 你这个坏蛋 你耍流氓 我只说实话呀 各位 我宣布 只要现在敢上台前来与我对赌的赌注是一比十 也就是说 你出十万 我出一百万 江飞月 这赔率 你也太狂了吧 狂 就是这么狂 各位 如果这样的赔率都没人上场的话 那这第一城 就被我李家拿下了 好 商局会不会来 是 过南山手下第一高手 听说曾经是 或南山从澳城赌场带走 有他在 肯定能和江飞月 拜拜手啊 我来会会的 哈哈哈哈 黄大山 你说了 愿赌服输 从今往后 江飞区这片场子 就是我的了 从江陵到金州这条路线的所有买卖 你一样都不能赶上 好 就依你 不过 不要太嚣张 等江大师来了 一定会赢你们李家 江大师 什么狗屁江大师 没听过呀 啊 哈哈 江大师怎么还没到 来了吗 还没有见到江大师 包括家主你不用着急 我师兄范征 马上就能和好 既然没人是我李家的对手 那 宣布吧 等等 我请来的高手还没到 请再给我们几分钟时间 黄大山 您就别浪费时间了 您还是认输吧 哼 江大师就不是这样的人 耳朵啊 什么狗屁江大师啊 他要是真敢来 现在就出现到台上来啊 听说 有人找我 江大师 疯了 在村子都是江大师 可别闹了 别闹了 他们口中的江大师 就说 你小子疯了 啊 敢在这种场合冒充大事 找死 江大师 你可要好好的教训教训 他们李家 黄大山 你该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 这小子就是个穷宝安 装身弄鬼还行 现在敢在这冒充大师 小心啊 一会儿死都不知道 江大师 这江飞玉 可是从澳岛请来的高手 你要用心对付他 郭家主 无必担心 这家伙 确实有两把刷子 不过对我来说 还是绰绰就败的 就凭你 再练二十年 也不会是江大师的对手 李俊杰 今天这场建谱大会 有我在 你们李家 别想拿第一 超家主 我来晚了 徐秀 澳岛三大顶级赌场的工人第一 下一届赌水的接班人 你 我将代表霍家 打败他 这位兄弟 你不是他的对手 我劝你 还是不要自取其辱 王口小子竟然也敢质疑我 滚出去 真不愧是新一代 赌神的接班人 江大师 范大师的出手 一定能战胜傲打的赌 不劳您再出手了 别棒 别棒 这样怎么 你决定吗 你不是喜欢玩牌吗 我们就玩扑克吧 找死 开始吧 四条十 一条A 这上来第一局 就来了个四条十 一条A 真是绝顶的高手 对吧 家长 师兄这局 赢定 忍出吧 江飞宇先生 四条K 一条A 江飞宇上 这次是我清极了 再来 你去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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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再来 哈哈哈哈 我说 你 这次 大先生 你没有筹码 你也瞎我妈 跟你把筹码给老子拿回来 心配 净数 下去吧 放你妈的屁 老子跟家的屁 我站在霍家主的面子上 净你三分 你不过一个半吊死的签署师 有什么司格使唤我 滚 看好了 我怎么应职装赌局 有点意思 啊 来吧 慢着 什么 小子 怕了 怕了就从这儿跪下来滚出去 少在这儿丢人现眼 只有我们几个人玩 我记信 你什么意思 不如这样 我们再开一打 赌注 就有这场比赛的出赢了 以上有兴趣 也可以参加呀 胜负一分 谁愿意当庄家赔钱了 没人可以开这种盘吧 既然没人敢开 那我开好了 谁要敢开盘 我压这小子书压抑制头 可可小心 这张卡里 有两个印 我做庄 不管谁赢 都是一类 小子 你脑子超疯了 看好了 这是五千万 将大之杀 别要说 得给老子一个亿 那小子是疯了 拿自己的钱开盘 我压李家胜 有便宜不这王八蛋 你还真是足名 不自量力的东西 我输的 一定从你这赢会的 小女孩 你这毒对太大 我快输了 你以为这是什么场合 说收就收 有反悔 门都没有 我压五千万 将大是赢 你还真是死刑不改啊 行 这钱啊 我就替你收着啊 别废话了 放牌吧 七八九十钩 顺子 还才是红桃 铜花顺 无敌了 哈哈 那小子的牌不用搬了 节节已定 对我这个赞大同志啊 啊 这令 各位 你小子是不是住不起啊 哼 排局还没结束呢 我的牌还没翻呢 还有必要吗 我铜花顺 这局已经结束了 最低级的铜花顺 得决定战局 这黄家 黄花顺 还全是黑头 这是最大的牌 知了敦天牌呀 感谢各位老板 空前 第一次做庄 还好没丢人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没有看到你动牌 我不会真数 那不会真数 真数中的 隔空斩月 这不该是 罪 这么狗肥斩月 找给老子装身弄怪 干嘛 别跟他做起 给我弄死吧 千文师传播 千数圣道里面记载的 确实有隔空斩月 这一绝线 这是早已失传的顶级手法 认输 告辞 你 记认输 李绍 李绍 李家 让你再派不住 高手出战 那么你李家 就输了 哈哈哈哈 李绍 李家 还有代表 参赛吗 你给老子 等着 李家 欺权 还有人 要挑战 霍家吗 既然如此 我宣布 此次健保大赛 第一场独书比赛 我家 好 哈哈哈哈 承让了各位 不过是开胃小事罢了 赢一场又能怎么样 赶快给老子看下语 接下来 将进行我们健保大会 做多事 五十大赛 此次大赛 与往年不同 往年 我们只是进行了 北斗食材的比拼 而今年 又多出了各种各样 收集上来的食材 难度 更是加倍 老费的 各别一块 家庭最高的 获胜 好 那我就有请一位重要人物 能大事 出手吧 我大师已经很多年没有消息了 听说他一直在海外为我们消灭 没想到今天竟然会出现在我们健保大会上 看来你家这是年定的 真是 你家今天请一个石蜗冷暗虫 他可是有石蜗高圣的称号 这武士技术登峰造极 一刀下去毕丑真语啊 这可怎么办啊 王阳三 我劝你还是投降吗 武士一刀呢 我们像女子一样 小孩子过家家 今天有冷战就在这 你不可能 江陵一代未来十年的资源 我你家 李静杰 李静杰 有我吴海川在这里 还轮不到你校长 严小姐 还请您出声 严家严如玉 代表海川商会参战 老郭 严小姐 可是我花了大的代价 请出山的 一旦赢了你家 以后的资源 我要你办 是江南隐氏家族 号称千年玉是传承的严家吗 没想到你连严家 都能起得住 严小姐 可是严家 记忆背里最厉害了 号称 玉中仙 不会长谬是 没想到 江大师 真的为货家出战 不知这捕石之术 江大师怎么样呢 刚才江大师 唯唯一出手 就打败了李家 从澳岛请来的 赌皇江飞女 这赌石之道 江大师应该也没问题 卫大师 赌石这东西 看一眼 能有到最后的食料 你放心吧 看来 今天可是群星会醉 那么 今天的比赛 正式 开始 不过是赌桌上的小把戏 赌石之道 可不是听个神竹 一个演技就能玩的了 毫无本事也敢称作大师 这赌石之术需要同小分 眼力经练缺一顶 你又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修炼赌石之术 严格议长来说 就在前几天 我才第一次接触赌石 不过我觉得赌石这东西 不需要什么经验 有或者没人 看 胡说八道 我从小六岁苦变木笔 九岁开始开始 十二岁练习九十高速 你一个毫无经验的人 竟然如此夸下海口 真当自己有透视之能不成 袁小姐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胸前这块太老桌牌 有没有意思 不仅不学无术 还是个浪荡之徒 我这桌牌 是我严家组长 从派领请回来 具有静心运气的灯笔 我贴身佩戴 从未露出来过 竟敢偷看我胸口 袁小姐误会 你这货牌 并没有看见高宗所害过 而是邪道僧人所致 只怕长久佩戴此货牌 会扰乱你的心神 吸光你的惊喜 我去袁小姐 赶紧吃早久久别被罢了 赶紧吃原料吧 那么是别给他流伤 你放心 既然门主让我来帮你 我自然会成立一次 请吧 让你们有门先全 真是后院 看在霍家主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进去 这祖师之道 可不是哪种浪荡之徒可以参与的 还是滚刀里比较醒 还看一眼 我转这 头上往下三寸三分 刀身五寸 切吧 看好了 什么才是赌石之道 是天皇石 这色泽这颜色 这是极品的天皇石啊 你们看 这块石的外形 不自受盈 价值 起码不可以 武士大赛的石料 本来就不是最极品的石料 广界武士大赛 第一名开出的石料 价值最多也就是三个亿 这一块极品 寿星宫天皇石 价值最少五个亿 真不愧是炎福的玉中仙啊 严小姐 果真厉害 李军姐 这次你们礼服的算盘 可是要落福了 龙大师 这怎么办 快是严家出来的娃娃 有那么几下子 不过 今天我冷万诚在这儿 就让你们坚持一下我 石王刀胜的名号 这不是专门被我执行为道的比起解释 没想到能问从如今有着武道大宗师的功力啊 武道大宗师 大吴 武道大宗师是什么意思 老货 一会儿给你解释 先看你压开枪的什么石头 看 这 这是 这 这 这不可能 这块 足够赢你们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 比帝王女更害羡的龙石种翡翠 这龙石种翡翠 这多少钱呢 龙石种翡翠 就是因为像龙一样稀少猜得此名 从来都是有势无价 我手上这块 起码价值 十个亿 十个亿 这可是刷新的 不是大赛的 最高价值 我已经听过了 现场所有的石料当中 这块 价值最高 这下我礼价已经定了 黄信 龙石种翡翠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小女娃 读师之道 你还是差了些 还是乖乖的回你的严家 活着去吧 郭海川 郭海川 还不赶紧认输 现在赶紧跪起来磕头 说不定我高兴的时候 还能耍你撒瓜俩早 以后在江里面 也不会没饭吃 是不是 李俊杰 你不要高兴太早了 江大师还没出手呢 江大师啊 隐士严家都不是冷大师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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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这儿追着屁股挑石头呢 没听伦大师说明 这场子里面最值钱 就是李家的那块 不是粉碎的 对我 别在这瞎看了 就凭你的眼里 找一辈子 也不可能找出来一块好吃料来 这一次 我就让你知道 我们最后的笑容 我要看这块 哈哈 不好意思 这块不是我们的残赛石料 这是我们的垫脚石 请您再选一块吧 不是说桌上的石头都可以拿吗 咱们这块不行了 我就有这块 哈哈 各位 你们听到了吧 这废物要选一块垫脚石当做斗石啊 真是闻所未闻在丢人呐 你是不是听说 冷大师拿到了这里最好的料产 所以 你就特意选了一块废料 想撞着运气啊 啊 确实没有规定 这块石头不能残赛 如果你执意 那就拿这块 作为货家的残赛石料吧 江大师 要不咱们再换一块吧 这垫脚的石头 根本就不是石料 就这块 从中间前 在正中 放个张串出来 我还以为你多少有点恐怖 没讲到是个彻头彻尾的造草 这块石头根本不可能开出任何东西 这种场合 你还要厚着脸皮演戏 真是让人恶气 严小姐 我相信江大师说的 这块石头 定是别有险的 哈哈 你们真是无可救药 你们知道必输无疑 就拿这个废物出来赌啊 啊 卢士知道 最经过经验的 今天 就让我们开一开一劲 有国王 咱都是 李俊杰 说过 有我在的 不论是赌诗还是赌术 你们家 都有不了 看到了 我霍南山这么多年 建了过无数的石料 这块鸡血石 毫无一丝杂质 红色如血 堪称万年一遇的 动地大红豪 无法无价 不用雕刻 直接送进 紫金博物馆 做镇馆之宝 大师 是什么情况 没想到 听不透的废业石 竟然能开出 这等万年不遇的石料 这块石料 能值多少钱 这块至今 动地大不保鸡血石 至今世上 我都出现了 一丝杂质都没有 到鸡血石 经过 建保大师 一日鉴定 这块石料 定期价值 一大一 一百个月 你也太亮了吧 我海川商会卖了 你比不上这块石的话 江大师 你简直让我们大开眼界 你俊杰 你这块龙石绒翡翠 价值不做实意 而我鸡血石 感知十倍 你跟着你一声 说 不可能 你肯定是作弊 俊杰 你脑子进食了吗 你会拿白亿的石料来作弊 我不管 这次建保大会的同名 我李家拿定了 可笑 这次大会 不论是赌石还是赌树 都背于我 我这样的表现 还想发得 建保大会的头筹 郁杰 我看你李大少 难道是想不守规矩了吗 你想的 跪点歪门邪道 就以为自己能在这装逼了 能大事 既然开出了 这等万年不月的石料 让老夫 欣赏欣赏 今天有我在这 是大赛的第一名 是李家 谁赞成 谁反断 你 老夫 这就是武道大宗师的能力吗 老婆呀 你不知道 这万虫 据说这些年一直在喊万虫呢 前段时间 有没有一个武道大宗师 一个人挑战海外的罗友势力 一连杀了三十人 未尝一败 什么 这么恐怖 那岂不是陆地神仙的级别了 那这武道大宗师级别的高手 子弹都杀不了他 他可以堵过子弹 没想到李家竟把冷万虫也请过来了 没错 我们李家以后就是江陵市第一大家族 你们这些人都得跪在我们李家脚架 扶手成臣 还有一个藏碎 一而再再而三的话 我好事 今天我就把你四肢都废了 然后把你留在地上 看着老子 怎么一步步的玩你的女人 李俊杰 在背后攻击外面鞋道 还是有他们一撑腰 今天有我们在 你们谁也别想得招 就凭你 毛还没长期的家伙 就敢说这种大话 你再练五十年也不会是冷大师的队长 你这晚辈 武师知道 倒有几下子 不过这 谁知道 即便你从娘胎里练起 也不是我的对手 就凭你 别敢不把我冷外从凤眼里 小子 你现在跪下 磕三个小头 然后把我的鞋舔干净 我还能挠你一条狗 李俊杰 有我在此 想伤害江大师 先过这一关 李俊杰 帮我以前把你当朋友 你勾结石头 害我姓李 我跟你不死不休 我本来啊 想把你慢慢玩死 然后你的海山伤 会觉得都是不理解的了 不过 你这老头命还挺硬 没有被我的杀气害死 不过今天啊 李俊杰 那个废物站在一起 不管这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奉家族之命 调查江灵的邪道器具 没想到是你老家在背后挠我 今天在这里 我就代表你家 修灭这江灵臭疯 江小姐 你不是他对手 你中斗高 学直到 不是你这种平凡的能接触 我敬开 三二一 岛 小姐 你们年轻 岛就对我组织那位人女 渗透啊 你身上的头发 早就把你侵蚀多日了 剩下不到三十个的功力 拿什么给我斗啊 真被你说中了 该死了李家 我要杀你 谁去内进大圆满的垃圾 也该在我面前嚣张 是不想活了 小心 这就是武道大宗师 我竟不敌你一招 我来换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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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换换他 你们都太乐了 若是在好朋友练生了二十年 武帝才能配合我过上几招 小姐 江远 这个怎么办 为门十三针 李十三针 不动柠檬针 你这个垃圾 竟然会这一等失窗的绝血 小心 进来 想到你救了我 这里 又你想到 客气 你先休息 把证明的我 江大师 谢谢你救严小姐一命 他不过是一个弱女子 竟下如此残暑 真够狠心啊 就他 也配合我做对手 瞎少周末 刚才没能一整 把他的武脏打碎 已经算是我的仁慈了 你 冷大师果然厉害啊 今天多可乐 冷大师在啊 吴会长啊 你这种老江湖 不会看不清形势啊 知识勿者为俊杰 你现在跪下 双手把海川商会送借给我 或许啊 我还能饶你 李玉天 你休息啊 吴海川 别给脸不要脸 好 今天我就先说海川商会 再吞了祸家 整个江南 没人敢做对手 我说三个数 如果你还不决定 你就背变了 三 二 吴海川 十十五成为俊杰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很喜欢 你的小命 留着呢 我东西 吴海川这两档东西都跪下了 你还装什么装 还不赶快跪下 给老子舔鞋 迅捷 我输过 今天要你的命 就算我到大宗室赛 难不住 好 邓大师 我要让他 像吴会长一样跪在这 我看看到底是他的骨头硬 还是嘴硬 李军姐 我求求你了 放过江远了 我 不愿意跟你走 吴海川 之前老子追你死活 动不大眼 转头就和这个臭保安在一起了 今天 脑子不仅要当着他都没有好老板 还要把他给废了 成江 还要废 小子 练得起你猫猫高高的招式 就跟死成江大师了 我今天 就让老夫好好会回你 我不想提个你 是 江远还就算了吧 他不过那么高 成年看这个大拨 他干 云猫 放心 他的命 有定了 在我冷漫成成名之后 我还没见过你这么羞尊的人 让我会会你这个江大师 神归虽首 游泳尽尸 游泳尽尸 你的脚步还是漫威一点 不过从你的步伐来看 你也是一名武道大祖师 我不认什么武道大军事 我进了 拿你来 老祭福利 只败千 为何不败 为何不败 丢童想计 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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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不是武道之力 你这是 刀架手段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只是一个小保安 江大师 你真是个散人 连冷漫成 都不是你的对手 李手 李手 你这是个废话 李手 江大师 我错了 只要你肯原谅我 以后 要钱有的是钱 要女人有的是女人 你不要把所有人 都讲得跟你一样有趣 我不需要你信 你做何 你该是我惩罚了 江大师 真的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了吗 江原 你别杀了他 王八蛋 下来我死 我也要拉你女人 我做天辰 别人 别人 说小巧你了 不过 你的女人中了阴阳夺魂针 逃不了了 阴阳夺魂针 即阴阳之气和八十一种剧毒之物锻造而成 连五道大宗师都抵抵抗不住 更别说是他一个普通人了 江原 你节哀 我 我 我一会就你了 非我东西 没有阴阳之气的生物 根本别瞎住我的真女人 你就看着你心爱的女人 死在你的怀里吧 阴阳之气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生物 你还是随便你当 不过你不要太嚣张 你坏了我背后当时不得激化 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看来事情并不是时间 你也先杀之物 背后还要更白了 阻止黑 江原 你把他打死了 我没有 他的全身筋脉 已经被我打断了 下半辈子 只能他再丑上了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看不懂我 看不懂我哪里 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那我只能今晚 让你看看你男朋友 到底有多厉害了 走 回见 江原 你 你快帮我下来 找人把这里收拾一下 是 三老婆 你干什么去 不还乖 你等一下 我都赶紧去跟江大师准备结婚的礼物 黄大师准备结婚的礼物 你这个老狐狸 要不等我 就这垫不承证了 我还能打死你 我真的吧 我可以用这垫不承证了 我还能打死你 不承证了 我需要你 我可以用这垫不承证了 你就是这垫不承证了 你也是